Stable Diffusion Web UI是一款,开源免费的,可以本地部署的文声图,图声图AI项目。 目前已经升级到1.7版,新版做了一些功能、性能的提升。 支持输入更多语言提示词,以及在加载速度上有明显的提升。 今天就介绍一下最新版Stable Diffusion Web UI的一件安装方法。 另外,在输入正向提示词和反向提示词时,经常由于语言问题,不能很好地输入确切的英文词。 为此,这期视频也会分享一款中文提示词的插件。 可以让您方便地选择输入中文提示词,甚至可以一键生成提示词。 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Stable Diffusion Web UI最新版提供了两种安装方法。 第一种就是下载一个压缩文件,解压缩之后一键安装。 另外一种方法,我们以前有介绍过,就是先安装Python,再安装Git,最后再再安装程序。 今天,就介绍一键安装一键安装的方法吧。 下载这个压缩文件。 下载后的文件。 拷贝到一个新建的目录里。 再把文件解压缩。 现在,进入这个目录。 先直接执行Update更新。 等待文件更新。 最后,再执行Run就可以了。 当安装完成,浏览器会自动打开,进入主界面。 在这里,先点击左上方的下拉框,将模型装入。 再点击Extensions,选择进入Abailable页面。 点击Low from按钮。 我们搜索Chinese。 点击Install。 安装这个中文提示词插件。 再进入这个网站。 再进入这个网站。 拷贝这一网址。 返回,点击Install from URL。 竖一个名称,点击Install按钮。 再点击选择Install的页面。 可以看到,插件已经在里面了。 点击Apply and Restart UI按钮,等待重新装入页面。 等待页面再次显示出来,进入到Setting页面。 现在,选择左侧菜单栏里的User Interface。 再选择上方下拉菜单,可以选择只显示中文,也可以选择中英文都显示。 我们选择只显示中文,然后,点击Apply Settings,最后,点击Reload UI按钮。 再次启动起来,就会发现,纪念已经变成中文的了。 先点击,反向提示词的下方的Sixboard Key提示词。 再点击,随机灵感关键词按钮。 这里会自动产生一些提示词。 点击右边的,发送到提示词矿按钮。 提示词就会拷贝到正向提示词栏里了。 并且,自动转成英文的。 在这里,您可以做适当的修改。 对于反向提示词,这款插件目前有个小问题, 就是不能拷贝到反向提示词栏里。 我们先随机打入一些特殊字符, 再在下方负面骑手栏里,点击您想要生成的反向提示词。 我们点击基础负面按钮。 现在,把生成的反向提示词移到下面的反向提示词栏里, 再删除没有用的特殊字符。 最后,按生成按钮。 很快就生成出来了。 我们按上述的方法,再测试几个吧。 让我继续炸一下。 往后, пост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上去还不错呀 自动生成的提示词可能无法满足您的要求 您可以根据需要字形修改 下面的采样部数 提示词引导系数等参数 可以做适当的更改 以便最后获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在下方的各个栏里的中文提示词 可以随意选择 操作非常简单 点击哪个 那个词就会自动转成英文 并拷贝到正向提示词栏里 这里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最后 为了获得比较好的图片生成效果 建议到C站或其他SD模型图片展示网站 去选择下载想要的模型 及提示词做测试吧 您今天所看到的 听到的 都是由AI生成的 如果你喜欢我 请点击关注 我是AI Candy 我会教你很多有关AI的知识 或许有一天 你也学会了如何制作一个属于您自己的AI模型 来帮助您解决一些问题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希望您喜欢 若有不明白的地方 欢迎留言 咱们下次再见